接下去这个段落要帮同学介绍的是游民的问题 老师又提供了一些内容给同学做参考 基本上游民问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所以我们主题句先写这个情况出来 说明这个事实 第二个再来说明游民的情境 第三发展我们来说明一下要怎么去处理比较好 第四个最后你的结论把你的看法讲出来 大方向有了我们现在就来做细部的一个分析 台湾的游民数量不少 这个就是有不少的游民 我们不妨可以用这样子写 there are不少就是not a few number 记住游民不少应该是指数量不少 所以我们英文要加上number这个字 there are not a few number of homeless people 那这些游民在哪里啊 living in台湾 原本是这样living in台湾 住在台湾 但是这个句子呢 你看they are后面ing 这个离开太遥远了 所以我们不妨现在把这个living in台湾 一到前面去就变成 they are living in台湾 not a few number of homeless people 这样子写 这个就导装写法 所以这个写法蛮重要的 也这个不太容易写 给同学做参考 好 living in台湾是掉钱来的 现在我们已经出现这个people 我们要关心这些游民的 这个问题 他们的生活 所以既然我们已经有写出游民了 后面就可以接 他们的生活是值得我们关心的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写说 they are lives 或者they are living 他们的生活 living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两个句子一定要连接词 所以我们一定要写 who is living 生活 这样才正确 两个句子 不要忘了连接词 这边是利用关心子句 来修饰这些 游民 whose就是这些人的生活 is值得我们的关系 或者值得大众的关系 is worthy of is worthy of是值得的 public concern cern 这个就是 值得大众的关系 加句 主题句 已经讲到这样 既然生活 值得大众关切 一定要讲出原因 为什么值得 我们关切 下面接着要写的就是 这三种情境 第一个 无家可归 那他们睡哪里 所以我们前面可以用这样子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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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less 这个写法是叫分词结构 他们没有家 后面的主词就是他们 they 住在哪里 they sleep 我们可以写说 大部分的游民 most of them sleep in the park in the park 或者是 in the station railway 不一定 不一定在 这个火车站 就是车站 in the stations 好 各个车站都有 那这样子就造成了一个社会的问题 which cause a social problem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些游民 some 独居 过日子 好 some leave alone 单独住 或者我们可以写 这个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铁皮屋里面 这样也可以 live alone 后面再加 在 in a blogan blogan就是破裂的破碎的 team house 我们可以用复数 in 复数我们就不要用耳了 in broken teen houses 单独坐在那边 然后呢 很多我们所了解的都是养狗来陪伴他们 好 后面就可以写 继续写 风词 片语 keeping dolls 这些狗是 流浪狗 养一些流浪狗 stray dogs 来陪伴他们 to keep them company keep them company 就是陪伴他们的意思 流浪狗 stray stray 养狗 除了用 keeping之外 因为这里有一个keep 所以前面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字 叫raising ra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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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keeping stray dogs to keep them company 这个是第二个 又有一些是怎样 一样 他们是靠的资源回缩来过日子 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钱 没有固定的房子 我们可以用stray stray sum 像这个写法就是有一些有一些 这样子这个写法也是不错的 stray sum motion make their living by 接着recycling recycling I-E-C-Y C-L-I-N-G h recycling 就是回收那些 垃圾 garbage 或者是trash 你看看 这种情境 我们写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了解到了 他们过得很辛苦的贫困的日子 英文讲说很贫困很贫困 这个我们可以写说 他们过的生活就像教堂的什么老鼠一样 就是教堂都没有钱所以没东西吃 我们后面就可以这样子补上去 a day a day they live like 老鼠 the mouth 负数 我们就用mice in the church 好的 下去 该是我们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了 或者是 该是我们采取措施 来替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 英文的写法就是 it's time 该是什么时候了 it's time for 我们 或者是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都可以 for us to do something for them ok 这就是第一个发展剧 把他们目前的情境给他讲出来 好 重点 这边 用了 兵饮 分池 天鱼 很棒 后面加了一个关西子句 来说明 前面 的一个情况 住在车站 住在公园 常常造成社会的问题 下面这个就利用 some 有一些 还有后面 still some 有一些 有一些 这个转折 句型 这个来 写作 还有很棒的就是 分池片语 嗯 分池片语 ok 最后一个 就是 用 英文的 那种 习惯用语 像什么一样 他们的生活就像教堂的老鼠一样 表示很穷困的意思 一贫如洗的意思 再来 又写出一个句型 那该是什么时候了 英文的 语法就是 It's time for 人 to 去做什么事情 这些运用 都是 句型 还有结构的 一个 整合运用 这是发展句 第一段 老师写出来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这样